学州普总一家学院声称 与美国夏威夷科迈大学合作 学生在该学院毕业之后 就可以获得科迈大学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而且三年的学费只是23000令吉 因此吸引了许多想要考取硕士学位的打工族暴毒 但是这些学生毕业之后才赫然发现 学院没有向高教部注册 文凭也不受承认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单亲妈妈 她这三年来每个月都风雨不改地 从霹雳开车到了雪州普总上课 但是到头来一纸硕士文凭却变成了一张废纸 雪州普总一家学院在宣传单上以低学费为耳 报读三年课程只需23000令吉 每个月上课两次 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 三年后就可以获得美国夏威夷科迈大学的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这项课程以华语教学 因此吸引了一些已经拥有工作经验 却没有高学历的在职者报读该学院 但是其中两名学生在毕业之后才赫然发现 他们的文凭不受承认 在向高教部查询之后 才得知该学院原来也没有向高教部注册 两名受害者今天在行动党金鸾区州议员黄思汉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其中一名担心妈妈受害者说 她每个月风雨不改 从霹雳驾车到雪州普总上课 但是之后才发现所考获的文凭不受承认 让她大受打击 另一名受害者周肃芬表示 就是因为年轻时没有机会上大学 所以在有了职场经验之后报读硕士学位 但是最后还是一场空 我们这一班学生是有在大公司在做的 因为文凭尤其他们是上市公司 这个文凭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公司就如一笔说 如果是确认到他们很严重的 是欺骗案 所以我们里面一起的同学 他就是另外又在一起报读 因为不行 所以我们也是有报案了 黄思汗表示 有关学院在宣传单上声称 有17年历史 很多学生也在该宣传单上说 该学院很棒 因此没有人去查证 这个我们能够 我们已经向高教部做出询问 以及做出投报 他们也做出投报 像刚才我所说的 高教部给我们的调查的报告显示 是的这一件并没有注册 然后他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那个调查的报告 已经交去了中检察署那边 黄思汗也提醒任何有意要报读 私立学院的学生 务必先查询学院的背景和文凭 才报读有关学院 以免文凭变成废纸 NTV7综合报道 名字都会发出 Gun凭叙 佛小宝 目的声音 读农 到一个